面对我们这些年轻人,有什么鼓励的说话给他们呢? 面对压力或者一些困难的时候,怎样看待生命呢? 我会这样看的,各位同学,我觉得,如果你问我,只能够选择一个字, 选择一个字,在你的人生里面,我想我会选择passion这个字, 因为我会觉得,人生做任何事都是需要passion的, 面对我的信仰天主,我需要passion,面对我的学业,我的事业,我需要passion, 面对爱情,面对我将来的婚姻,面对我的人际关系,我的友谊,我需要passion, 面对运动,打机,玩都需要passion,我会认为是,固然之passion可以带给我们动力, 但是我觉得,我个人认为passion更重要,可以带给我们无穷的勇气, 毅力,耐心,去跨过我们的难关,我觉得,有passion的人, 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,但是我这么说,没有passion的人, 这个人,方方面面,他都会失败, 那如果你问我,什么叫成功,什么叫失败呢? 要多少成功才算是成功?有多少失败才算是失败? 我个人认为,你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失败,已经算是成功了, 我记得我在大帅哥里面说过一句类似的对白, 我说,人之所以伟大,并不是你成就到多少, 而是你承受到多少,因为我们人的一生, 你们现在未毕业,可能你们已经要承受很多, suffer很多的挫折,压力,但是将来, 这些的挫折,这些的压力,将会不停地来, 如果我们承受不了,我们如何去过这一生呢? 而偏偏,在成功来临之前,我们往往是要通过好几次的失败, 我们没有勇气,没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失败, 我们如何通往成功,而这个成功, 不只是说我们事业上的成功,感情,婚姻,人际关系, 我们的家庭关系,所以在这里,希望大家带着passion, 去过往后每一日的日子,好好燃烧你们的青春。 生命呢,我觉得不是忍受的,生命是用来享受的, 就是生命本身,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忍受很多东西, 不过本身生命是宝贵的,所以要享受的心情。 而这个享受是每日的,我就觉得活在当下,也都爱在当下, 就是每日,如何用这种积极的心情。 还有天主没有要求我们事事成功的, 但他要求我们事事都要忠诚, 所以faithful很重要。 忠于你的良心,忠于你的事业, 忠于你的家庭,忠于你的朋友, 所以忠诚是非常之重要。 好,谢谢你。 谢谢我们的朋友。 谢谢你。 谢谢您。 谢谢你。 谢谢你。 谢谢你。